印尼跟马来西亚呢 这一届是在中国呢 争夺这一届的锦标 而现在呢 总级分双方是打成了2比2 也将要在这一场的第三登岛的比赛头呢 决定胜负 那目前呢 印尼这一对四届 冠军的队伍呢 他们也通过叶崇旺这位老将呢 在赢下了刚才的前两局之后 目前是占尽的优势 不过还要看看这位 三十岁的老将在体力方面呢 有没有受到影响 他的对手罗斯林 因为呢在过去的比赛 这后劲都是相当的凌路 好球出手相当的果断 再来看看刚才通过一个滑板的吊球 破坏了罗斯林的启动 刚才这一阶吊球呢 回放往前质量也是不差情况下 叶崇旺第一时间的偷球 好球 他看见虽然说已经三十岁 不过呢 这位老将的体力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 刚才再度后退起跳 一板的突净 在球的落点 相当的漂亮 也令罗斯林防不胜防 还有 可惜 而且刚才呢就起了两线球 但最终罗斯林 还是在这第三个杀球的时候呢 这一球还是出现了十五 这对角路线的标球形成的边线出界 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 叶崇旺九卓五 叶崇旺第一这对角西 叶崇旺三比林名这位老将 叶崇旺三比仲 这位老将 重要的赛 好球 在四球比賽輸了給羅斯林 不過今天的葉成旺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打得更加的積極 再度揭發球的失誤 這球也在要求過高的情況下 而形成了過往 4比0領先 再度一半的緊攻打手 5比0 那現在葉成旺距離這一場比賽的勝利只剩下兩分 那麼我們看到這一局的這個比賽 那麼葉成旺還是 發揮他在這個攻擊方面的這個威力 三個手工 1 5 那剛才 在短片消極的情況下呢 這回彈的球呢 剛好是落在 葉成旺在後場的空檔位置 羅斯林躲毀了8球線 那麼在現機的這種情形下 對羅斯林來說是非常的這個艱鉅 那麼 葉成旺 畢竟還是這個殺場老將 在這種最關鍵的時候 那麼還是充分地發揮自己在這個後場的這個威脅 立場 邊線出界 對 這個球很可惜 起跳 我們看來也是跳得非常的高 而且這個球也是非常的接近這個邊線 1比5 是否有這個奇蹟 能夠在這種大比方的落後情況下 起始回生 那我現在要看羅斯林 不過很可惜 這個球還是被這個躍拳讓了 勝利的奪回這個八球拳 我們現在看到印尼隊的這個球員 也拉拉隊 也為他們接近這個五連冠 的這個喜葉 那麼已經無法安耐這種心情 已經站在這個場地邊上 哦 差一點 對 再看一下慢鏡頭 正手機 假動著 放對角 雖然是騙過了這個羅斯林 但是這個球呢 是出現了這個失誤 1比5 好 1比4 1比4 2比4 3比4 4比5 4比4 因為從一開始他就要開始進來 因為一場球我相信他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想呢在有一些球員來說 他們對團體賽這種意識特別有錢 對對對 機會 哇 這球真的好漂亮 雖然剛才我們看到 應該是葉翔翁比較被動的情況下 但是呢若是連這個殺球質量不好 相反給自己帶來比較大 再看一下慢鏡頭 頭頂這個對角 雖然是葉成旺的這個弱點 不過呢他自己在回來的時候呢 也是出現了這一個大角度的 這一個線路 所以導致自己回學的質量呢比較差 現在 印尼的老將葉成旺 有可能打出一名男單的代表作 他的賽末點 終於 葉成旺 他拿下了最後的一分 他看見了他的隊友 也是非常的 興奮 有點像這個足球的這個球員 還在射進門以後就開始跑 其他球員一開始追 因為 因為他是這一屆的一名奪取 唐貝的大工程 對對對 可以這麼講就是在這種 不利的情況下 而且就是說在他 以前有輸過的紀錄 再加上他在這個 細分不適應的情況下 那麼 以很輕鬆的這一個3比0 那麼打碎了馬來西亞隊 要成 就是重溫十年前這個舊夢 真的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今天呢 在一名來說呢 他們單打在輸了前兩場 基本上是比較弱勢的情況下 居然他能夠在第三單打這 把尾關的情況下滑手得這麼好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這個 第一局呢是非常重要 如果第一局 Roseley能夠贏下來 那麼就 我覺得就算你現在雖然講 那麼對 葉成旺這個體力方面 又有很大的一個考慮 對 完全不一樣的局面 對對對 不過 相當精采的表現 葉成旺還是獲得 這一場比賽的勝利 與以往相比 這一季的摩托車賽事 將帶給您更快速的 圍殺走勢 世界摩托車錦標賽 今晚